这个按键 整个刀杂拿下来 把一个螺母松开 两个螺母闭在一起 松开之后 这里有两个点对准这颗螺丝 这两个点对准这颗螺丝 这就换刀头 对 它都能拿下来 装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对准这个 卡到底 卡到底之后再拧下那个螺母 好 先把底下那一圈拧紧 再拧上面这一圈 这样才防止它松动 像这个就不用对准了吧 现在拧紧是不需要对准的 松开的时候需要对准 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手底下拿住它 不让它动 拧开 再拧开 两个都拧开 对准这个底 就是随便找一个这个各大头对准它就行吗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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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是就只有这一 有银就是太近 只有这个是吗 嗯 它就只有两个点 只有两个点 圈上面只有两个点 你找到这两个点之后对着这螺丝 哦 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对 你看我们可以拿起来了 我这边有个螺丝 这个就可以拿下 整个刀就可以拿下 装的时候它这里有个卡槽 对人家卡槽推进去 然后用手拿到这边 给它拧紧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个装不分相互进去 你可以先装这边再装这个也行 这个都没关系 装的时候还有这边 要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槽对着你这根轴 这个槽对着你这个轴 这样装进去 装进去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这样一直落到里面 如果拆这个刀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方向 嗯 注意这个刀刃的方向 嗯 你看回一下圆点 现在这个刀是反的 现在这个刀刃 回完圆点之后 刀口朝这边是错误的 嗯 那现在怎么办呢 因为我刚才拆了刀 装法 嗯 那就只能是把它重新 重新调一下方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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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得把刀拿出来 嗯 整个刀拿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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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180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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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装回去 嗯 这样子它就对了 这个刀刃口就朝那边 朝那边就是对的 嗯 回完圆点之后 刀朝那边是对的 嗯 我们出去 继续出去之前 先把它装好 嗯 不裁 它透过直接用就行 对 如果它自己拆的时候 注意就细了 嗯 它可能有时候会换刀 对 锅底 再把这个盖子装回去 嗯 如果刀想从上面拿出来 把盖子先拿出来 嗯 因为它这个弹簧会卡住 卡住 卡住的时候就不好拿 装的时候也是看 看那个槽 嗯 这个点 这样子 手不能这样装啊 手要拿到侧面 嗯 因为底下有刀片 嗯 这样子可以 为什么要装下面这个呢 嗯 它是压住这个材料 不让它起来 嗯 就是你切到一向弯的地方 像这种地方 它会把这个带起来 嗯 这个它就能够压住它 整个操作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 在 现在转这个方向 把这个刀片 刀片 刀片 松下来 嗯 这个螺丝松 松了两圈三圈左右 就可以拿下来了 嗯 这个刀片拿下来 嗯 我说换一个刀片上去 嗯 刀片这个刀刃是朝这个扳手这边 这个刀口 是朝这个扳手这边 朝扳手 对准这里面这个这个槽 装到底 装到底 装到底在拧紧 嗯 嗯 这一个 这一个槽口 对着这个槽 嗯 这个 嗯 对点这里 直接往上面推 就可以了 嗯 整个换刀片的过程 就可以了 嗯 往上一推就行吗 嗯 但是要放正 换着不正推不上去 啊 这样自己可以 哦 一砍就砍 更换的时候有个拿下来就行 它里面有个磁铁 吸去它 嗯 嗯 什么情况下用小轮子 什么情况下用大轮子 嗯 根据客户的材料